在古装偶像剧的浩渺星空中 繁星点点但真正能够积演技与魅力于一身的璀璨明星却是寥寥无几 近年来古装剧市场热闹非凡 偶像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各显神通尽相争夺观众的眼球 然而在这股潮流中佳作与平庸之作并存 使得观众的心情如同过山车般起伏不定 每当新剧上线观众总是怀着期待与忐忑的心情 开启一场未知的冒险之旅 在这股浪潮中近云年二的热潮还未完全消散 众多新剧便如雨后春笋般尽相涌现 而在这些新剧中 备受瞩目的国色芳华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星 该剧由杨子与李献连内主演 两位实力派演员的家门让这部剧备受期待 国色芳华的导演丁子光曾指导过备受好评 对以家人之名和去有分的地方 她以及独特的导演风格和对细节的精准把握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在这部剧中 她再次展现了自己的才华 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精彩分成的故事 该剧以大女主剧的形式呈现 讲述了女主角和围方从一名霍离女子 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坚韧 逐步蜕变为当朝传奇人物的壮丽历程 在这个过程中 她与蒋朝阳之间深情且扣人心弦的感情线 为剧情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两条主线贯穿全剧 构成了该剧最为引人注目的两大核心元素 何维方这位精尘外商家千金 自幼赤迷于花艺 天赋异禀 擅长培育珍稀花种 然而她的命运却并非一帆分顺 急激之年后 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但丈夫流畅的真面目却让她心亏意冷 她不仅四处留情 还对何维方施以言语与身体的双重暴力 面对这样的婚姻 何维方并未选择逆来顺受 而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和离 摆脱了婚姻的枷锁 离开娘家后 何维方怀揣着梦想 踏上了前往金城的真诚 在这个繁华之地 她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逐步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在这个过程中 她意外邂逅了蒋长阳 这位与她有过庶面之源的金城才子 两人携手共创新业 共同投身于花卉培育的旅程中 在成长与蜕变的过程中 何维方不仅关注自己的事业 更关注那些无助的女子 她以女性特有的柔情与智慧 广是元首于她们 为她们提供生活的依靠和寄托 在买下组宅后 她更是独具匠心地将其打造成一个 绚烂如花的女儿乐园 为众多女子提供了一个温馨的家园 在长阳的悉心指导下 何维方将富裕的精力 投入到实业新国之中 她成功创办了粮油加工厂 与医药堂等惠民产业 为国家和民众带来了福祉 同时她也致力于 推动女性地位的提升 和女性权益的保护 成为了一位备受尊敬的 当朝传奇人物 而蒋长阳则在朝堂之上 进展才智 为百姓谋求安宁 为国家带来繁荣 她与何维方的深情后裔 也感动了无数观众 两人共同经历了风雨和坎坷 最终走到了一起 成为了彼此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杨子和李线作为实力派演员 他们的家门 为这部剧增添了更多看点 他们凭借精湛的演技 和深厚的情感投入 成功塑造了何维方 和蒋长阳这两个角色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数年前 两人联手打造的 亲爱的热爱的就一度掀起网络热潮 如今再度携手合作 无意将给观众带来一场 全新的视听盛宴 在这部剧中 观众不仅可以欣赏到精彩的剧情 和演员的精湛演技 更可以感受到 女性自强不息 勇敢追梦的精神 何维方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遭遇多少困难和挫折 只要坚持不懈 勇往直前 就一定能够开创出属于自己的辉煌人身 同时 这部剧也展现了古装偶像剧的独特魅力 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 也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韵味和内涵 总之 国色芳华是一部值得期待的古装偶像剧 它以其精彩的剧情 出色的演员阵容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成为了古装剧市场中的一股清流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部剧的播出吧